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我们看一下 今天跟你说 我伞同 你居然放不出来东西 我刚才看东西都清清楚楚 你现在我在看什么都看不清楚 就刚才给你光光光启动 那个iPad 然后给你放东西 那个时候我都容易得到痕迹 我还说这伞同药没管用 现在管用 现在我连麦克风 我刚刚都找半天 多保重 OK好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convince这个动词 我想讲一下convince convince是说让别人相信这个事情 convince 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讲 你要想向我借钱 比如说你要我帮忙 OK ok you have to convince me you have to convince me that you really need that money ok 如果你想向我借钱 你必须要让我 OK 确信 这个convince就是说 我一定要能接受你这个 你这个说法 你能够让我 能够相信 能够说服我 you really need to you have to convince convince me ok 你要说服我 你要让我确信 是这样的 什么事情呢 you really need money 你必须说服我 你真的需要这笔钱 否则我不会借钱给你的 you really have to convince me ok 所以这个convince 在很多地方都用得到 在中国人的圈子里面 我们很少在 在我们会用另外一种说法 你你必须有个说法 你必须是 你真的需要这个 我再借钱给你 我们通常是用一个 从句的方式 说一个比较长的 在英文里面就是一个字 convince you really have to you have to convince me 你要说服我 你能让我确信 OK 你真的是需要钱 OK you have to convince me that you really need the money 同样的道理 像很多时候 比如说你要求人家 父亲把女儿嫁给你 OK 这个在西方很正常 OK 也是有个仪式的 一般中上人家 不是你自己跑了 就跟人家去结婚的 你也是要仪式上 就是说礼节上 需要有一个需要 对方家长同意一下 至少有个照会这种 这种过程 所以父亲通常 岳父通常会跟你讲说 you have to convince me 也是用这个句型 you have to convince me 你必须说服我 让我知道说 你将来会对我女儿好 你经济上没有什么问题 赚钱没问题 你真的爱我女儿 you really have to convince me that OK 所以 you have to convince me you have to convince me OK that you you love my daughter OK you have to convince me that you love my daughter OK 所以西方人在教育孩子的时候 也常常用convince这个字 OK 妈妈说 OK 我现在再给你一块饼干 比如说这小孩很喜欢吃饼干 OK you have to convince me 很小就教他们这个convince这个字 你必须让妈妈相信你 就是你拿了这块饼干 不会再拿了 今天是最后一块 this is the last piece of cookie OK 今天不能再吃了 吃的太多了 you have to convince me 小孩就会跟妈妈说 会的会的 妈妈我不会再要饼干了 今天这是最后一块 so convince 在我们生活里面 这个字是一个常用字 convince OK 所以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说 OK After his suffering he showed himself to this man OK 耶稣 他受了苦难 受这个迫害 然后他就 自己显现给他们看 而且他要给他们 他知道他显现的时候 可能他们都不相信 所以他又给他一些 能够说服人的一些证明 OK 证明他是活着的 比如说给他看 你看你可以触摸我的身体 你看这是我的钉痕 你看我这个肋骨旁边 你看这里还有伤痕 这个就是convincing proves convincing 这个convincing是个形容词 意思就是可以说服人的 给你们看这些证据 你们一定会被说服的 叫convincing proves convincing proves OK 好 没有其他的问题 我跟你讨论一下 这个convincing这个问题 你看照理说 convincing convincing应该是一个 就是说是一个完成 就是一个 一个动作 它不会是这种 持续型的这种 但是你看他这头用的 这应该算是一个 现代分词 加安这形式 现代分词 然后他表达了 因为上次是雅各书一章五节 那个founding for 就很有意思 他也是用的founding fund来说 这个动作就是说 你就是找到了 然后你要么就没找到 他用的一个ing 应该也是我们那时候 讨论完后说 这是一个现代分词 然后我问了一下 Martin 他就是这种用法 你照着说应该looking for 要么你fund 所以他用的fund加ing 他说我问Martin 他就说他会这么用啊 我问他为什么会这样 他说当然这样 后来我再问他 为什么这样 他说这种 就是他用 他都搞不清楚 这几种分词啊 动名词这种名称叫什么 但他说他觉得 这个动作是在 一直持续的过程中 虽然用的是fund 像这头convincing也是同样 他专用的convin 他也是用的一种 持续的 一直在 一直在持续的这个过程 所以他用的这个 叫现代分词 做非未语动词 否则的话 如果说过去完成了 这个是动作在过去完成了 你也想用在这里头 他要用过去分词 作为一个已经完成的 比如说我离开家 这是left home 然后就是你不能说这个 把他这家家上 用现代分词 而这里头他显然没有说 当时已经convincing convincing proof 而是一个convincing proof 我在问是不是 你说咱们从中文上来 怎么解释 convincing proof 有一个特殊的情况 是convincing这个字 本身就是一个 非常常用的形容词 令人睡 但是当你用ing作为 做ind这种形容词 但应该还应该有一个异地形式 就是过去分词作形容词 它应该两种情况都同时存在 因为很多动词是用这种用法的 我们通常在convincing convincing这个字 这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意思 的问题 因为它常常就是用convincing 这个是一个 已经变成被 已经被认为认可 是一个形容词 常用 convincing 所以我们动不动就说 is it convincing? is it convincing? ok 常常会这样用 所以convincing本身 你把它看成就是说 习惯上当成 它已经被规划为形容词 而且是一个常常用的形容词 finding 你后面 前面讲那个finding ok finding比较多的情况 是用名词 比较多的时候 是把这个字做名词 所以我们说 what's your finding? what's your finding? 指的是说 你找到了什么东西 ok 你的发现是什么 这个地方 这个finding指的是 发现 或者是指 发现的东西 ok 发现的东西 ok 比如说 我说 we have 警察去现场 搜查 we have some finding ok we have some finding 我们找到一些东西了 ok 找到他的头发 找到他的衣服 找到他的鞋子 we have some findings 所以这个finding 通常是当名词来用 convincing这个字呢 几乎已经被规划 就是一个 很常用的形容词 了 convincing 可以问说 你这个paper 你写出一个论文来 it's not convincing 你这个不具有说服力 我们就不相信 我们看了你的文章 还是不相信 所以你这个说服力不够 it's not convincing 好 那也许这个指导教授说 你得再写点东西 你这个说服力不够啊 你再写点这个 再写点那个 让他说服力够一点 more convincing 所以convincing本身 已经是一个很通俗的 一个形容词用法了 convincing 对 也就是说现在用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用convincing 而不会使用他的过去分子形式 不会 不会 就只能替读了 除非你要说 it's convinced that 这种句型 it is convinced 就是已经被说服了 大家都接受这个事实了 然后后面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它是被动语态的形式 所以大部分都是用convincing OK convincing 像那个雅各书一章五节 那就是funding 那funding里头 它显然它就是一个 现在分子 它表达的是那种动作 那个过程 跟你刚才说 那funding做名词还是不一样 就是那个 就是反正说 碰到一个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对 你那个地方可能用的方法 是不一样的 对 不一样 那个是典型的一个持续型动作 但是它用在find的这个词上 就是很有点 就是说只能记了 就是说只能记 没有办法 你要说looking for find 我很理解 但是你现在把find 变成一个延续型的动作 嗯 嗯 嗯 OK 好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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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іс 是啊 bubb